抓急人 各位在座所有的 與會的人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辛苦了 總統各的開會 但是還是請這個部長 請李部長 林委員好 部長您好 這個中午時間在這邊很辛苦 謝謝 謝謝文子教 但是人民更辛苦 因為有的人民啊 連飯一口吃都沒有 但是啊 財團更辛苦 因為賺錢賺到不亦樂乎 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今天在講這個 幸好啊 這個招集人拍了這一次 因為基於預算的凍結 所以才有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這個檢討 或者是專案報告 我覺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財委會 近年來 這麼有意義的一個專案報告 我必須要肯定今天的招委 但是呢 我們更在乎的是說 我們翻開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的這個網頁 我們看到國有土地數量這麼多 財政部定義他就是為了創造資產效益 透過土地開發效益 加值規劃 提高開發可行性 所以你們成立一個督導小組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看起來是財政部 就是把國有土地 認為他就是創造資產效益 而資產效益就只有一個 叫做開發效益 那開發效益你們在乎的 就是如何創造這個 價值更多 可是我們人民看到不是這裡的 部長 我必須要說第一個 國有土地啊不是你政府的土地 你要先搞清楚 國有土地是全民的資產 對但是不是這一個世代的人民而已 他是啊關係到世代正義 還是以後在這塊土地上 所有子子孫孫的土地和資產 政府只是代理人民來暫時管理 對我們幫人民管理這些土地 對而且只是暫時的 所以請問啊 我現在問部長最核心的一個議題 而且最最重要的 我們請部長 請教您是否應該將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你們現在的這個活化會議 然後包括這個參與的民間 專家學者社區代表 包括過程或者是這個會議的結論 或者是會議的記錄 能不能我只是要求過程公開化 資訊透明化 這麼小的要求可不可以 這個當然可以 我們本來政府的資訊就是公開啦 當然可以你們在裡面 在裡面啊 我們的網站相關的資訊 必要的揭露都有啦 必要的揭露 現在你們來告訴我們說 必要的揭露 過程 然後與會人士 然後結論以外 然後我們更希望啊 所有的會議紀錄通通都上網公告 不要簡易的結論而已 包括會議紀錄 包括你們會議要召開以前 召開會議之前啊 你們在99年4月23 第四次的活化會議裡面 你們還敢做成一個決議 你們的決議說啊 會議召開前不得將會議資料外流 公佈媒體 你們還做成這個決議喔 還沒有確定的案件拿出來 不大家 反倒更增加了大家爭議嘛 確定的東西才出來才是必要的啊 所以一定是給你們 你們的議程就要公告 你們從議程開始 要會議討論 時間議程 參與會人士 邀請人士 通通都要公告 這個本來就是可以公告的事情啊 那你害怕什麼 4月13 你們就在說啊 他做成決議啊 不得公佈媒體 因為有些還在演議中 還沒有定案的東西 無從報告啊 你們今天不叫透明 也不叫資訊公開 你們選擇可以的就公開 不可以的就 就關起來啦 照成大家的誤會啊 你今天講這個啊 真的是把人民當什麼 今天你進了起檢驗的政策 你的活化小組的會議 你認為你們是公正無事 而且是專業的話 什麼通通都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我們今天講 國有土地是政府的政策工具 他要引導的是城市的良性發展 沒有錯 他要發展的是各個階層的平等 使用國有土地 而不是財團 不可能啊 所以我們今天啊 國有土地不是只有一個開發的作用 他還必須牽扯到環境文化部門的委員 要進去 確保活化國有土地 是在維護自然 人文 還有這個空間的公平性啊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邀請了學者專家 也必須涵蓋到自然 人文 環保 空間規劃的 類別可不可以 這個委員放心喔 我們今天這個活化小組 只是所有政策 形成中的一環 任何土地的開發 它的源頭 目的事業主管 都會去做啊 它的環評 它的生態 它的等等 他們會去處理啊 我們這邊只是做一個會種 你今天講這個喔 這呼嚨人民啊 你說國有土地 這個被都更喔 使用以後 這個要開發的時候 那個管理單位自然會去 我們講的是政策環評 有沒有 政策的整理規劃 有沒有 國家的土地管理 怎麼就只有一條路 叫做標售標珠 沒有一條標售標珠以外 還被都更以外的另外第四條路嗎 這完全是兩回事情 我們今天看到的國有土地啊 國化 國化就只有一條路 叫做私有化 國有土地變成建商累積財富的資本 而今天高房價政策啊 從民間啊 包括這個天下雜誌都在講說 國有土地成為幫兇 而今天說啊 這個凍結五百平方米以上的標售 但是在都更裡面又開了很多的大門啊 我們今天財政部就是短處嘛 因為業務單位他的土地 公用土地的管理在各部會啊 教育部的文教會的 不要講各部會 你要騙人啊 那個就是管理在各部會 沒有錯嘛 國有土地的管理所有權決定啊 標租標售 都是國有財政局 他不用了才會到這邊來啊 跟你講 從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 我就注意你們到現在了啦 從來沒有拍過一個議程 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們說資訊透明啊讓大家來看啊 你這個啊 講了一套說了一套啦 耍嘴皮子啊 你這個部長 事實不是這樣子啊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 人民要嚴肅看待這件事情 不是今天你來這裡耍嘴皮子 不是這樣子我們事實就很 人民的財產啊 不是你李宿德的財產啊 基本上事實不是這樣子啊 人民要一個可以公平使用的國有土地 不是靠你這個敗家子就一直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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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国有土地在处分的时候啊 都庚虽然可以让售也可以权力变换也可以这个领回现金 对让售 那我现在讲说你们国有财产局大部分都怎么办 大部分都怎么办 我们好几种类型 大部分 大部分我们持份二分之一以上我们自己主导来办理 假定面积小的就参与更新 分回这个权力变换的方式领回房地 我们方式很多种 我知道方式很多种 但是你们国有财产局啊 你们在这个市出的时候啊 在都庚的时候啊 大部分都以让售为主啊 我今天要再请教你 88到99年这12年之间啊 台北县市国有土地参与都市更新有多大面积 你知道吗 总toto台北县市而已 那我们要查一下个88年到现在了 我们要了解一下 到99年我现在告诉你哦 总计哦 2213笔 总共的面积是 这个244735.64平方公尺 如果换成平数啊 我们今天的国有土地已成为啊 建商掠夺的标的物 已经达几十万平啊 但是我们每一年增收架构的有1000多公顷啊 也是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八十万平的土地 被参与都市更新 你们大部分都便宜行事 都是让售 那也都是我们 拿钱了事 今天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更啊 条例 掠夺国有土地 这个好吧 说这个罪恶之源啊 不在你财政部 那是来自立法院自己立委修法 因为我们财政部是配合 好那今天你可以这么说 我今天还帮你讲了一个好的借口 人民还听得下去 你今天讲说 啊七八十万平算什么 我们每年还架构回来的也很多 你这个部长讲这种话 难怪你会被人家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专业 更何况你们今天啊 藏权辱国啊 政府退位到 连财团都看你们 都当成是财团的工具 连啊标售 不是这个租金啊 这个土地的使用啊 租用期间可以从五十年改为七十年 权利金的底价 我们都讲市价的五成 你可以改成三成到七成 租金本来是年习的 公告地价的年习五趴 你们就要说两趴到五趴 这么的弹性 因为每一个UT的案 它的这个条件都不一样啊 每一个条件通通都一样 因为每一块土地 都符合该地 当地政府的公告地价 政府的公告地价 会跟着那块土地 彰化的公告地价 绝对不可能跟台北市一样嘛 平东的绝对不可能跟台中一样嘛 全国差大概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公告地价的年习五趴 你可以自动再调降 这个便宜的租金 延长连线标租 变相的抛售国有土地 五十年可以变成七十年 所有权还是政府的 我想委员对这个VOT的定义 变相的永久使用 你对所有权是政府 但是建商成为豪宅的包租公啦 现在VOT没有做豪宅的啊 这完全跟事实不符啊 我们VOT啊 都是重大公共建设 做这个目的事业使用的啊 做文教实施 做体育中心 做运动中心 我们的产创条例里面 讲到说 这个事业以外 还可以做其他的 还有其他可以盖豪宅 通通不要再骗人民了 今天这个东西啊 只要假的公共建设之名啊 之外就还可以 拿了一块土地 部分做那个目的事业 所同意的 然后另外一部分 就开始盖房子了 连这种东西都是 产创条例都讲得清清楚楚 便宜的租金 然后延长标注 VOT它是带动经济的发展嘛 建商预计开发成为 地上权的住宅 然后全民资产的国有地 你让建商变成喔 不赚白不赚 一定要来赚 因为政府都愿意当傻瓜了 建商还不来当聪明人啊 太对不起了 所以今天你在这里没空吃饭 建商也赚钱赚到没空吃饭 人民是因为 穷到没钱吃饭 可怜啦 今天还可以刷嘴皮子 真的是厚言至极啊 不公平啦 委员这样讲不公平 好谢谢零十五分